以我死在了我最爱她的那一年 她亲手把我送进监狱 让监狱里的人动手打死我 再一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回到了我18岁那儿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监狱里面常年是潮湿的 我蜷缩在墙角 抹扎着脖子上的项链 项链上的吊坠是一个普通的小铁块 铁块里是一张合照 我和裴玉的婚纱照 身上的伤隐隐作痛 我尽量把自己蜷缩得更小 让自己不被发现 可是没用 苏小姐啊 请用你这双弹钢琴的漂亮小手 给我梳梳头吧 穿着球衣的女人笑一鸣地看着我 我颤抖着拿着梳子 看着自己的手 早就不漂亮了 我的手被烫了好几块吧 那是用烟头烫的 纤细的手指在日夜的劳作中 也变得粗利 等我给女人梳好头的时候 她一下子扯着我的项链 这条项链里有什么秘密啊 你每天都看 我慌忙地想将她手中的项链抢回来 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 女人打开铁块的机关 看见了那张小小的照片 忽然她笑起来 喂 你真的很可悲 你猜 为什么我要在监狱里面 一直针对你 是这个男人安排的 她承诺 等我出狱后 给我一大笔钱 让我在监狱里面折磨你 我愣了愣 下意识地反驳 也顾不上对这个曾经揪着我的头发 将我拽到地上的人的恐惧 不可能 她很爱我了 女人弯下腰 勾住我的下巴 你是不是 有个也会弹钢琴的妹妹 我的身体一僵 她说 这是 你把你妹妹手弄伤了的代价 我自杀于知道真相的当天夜里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发现我重生了 我躺在一张床上 妈妈在给我主要 腰味很熟悉 芊芊 要我说多少次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眨了眨眼 泪水顺着我的脸滑下来 妈 妈妈转过头 刚准备继续斥责我 却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以后可不能这么任性了 为了不去学校 结果洗冷水澡 这是我最贪玩的时候 我的十八岁 迟来的叛逆期 让我处处和我妈作对 也就是这一年 我遇见了裴玉 后来 我妈拉着我的手 千千啊 不要走 你跟着她 不会有好日子的 可是我毅然拒绝 妈妈 你知道吗 只有和裴玉在一起 我才能感觉到被爱 而你们 总是偏爱宋和 我妈两行亲类 你多少也为妈妈想想 你走了 妈妈怎么办 我讽刺的勾起嘴唇 不是还有宋和吗 我那个亲爱的 被领养来的妹妹 宋和是我爸的同事的孩子 那年 他的同事救了他一命 然后在他的同事死后 他把那个同事的女儿 接到房子里来了 宋和在刚来我家的时候 就去了我的房间 他羡慕地说 姐姐的房间好大 为了照顾他的情绪 我爸让我把房间 让给宋和住 刚开始是房间 后来是一只口红 一条裙子 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女儿 可是到最后 我什么都让给宋和 班上的人都说 苏千 宋和是不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尴尬地笑了笑 不是 有一次 我和宋和都要开家长会 我的父亲丢下我 说 我去给和和开家长会了 我妈尴尬地看着我 千千 你理解下你的爸爸 我僵硬地看着我妈 不是不能理解 只是 为什么 我要遭受这不公平的待遇 而宋和 在我的一次次忍让中 对我的东西的占有欲 越发强烈 后来 我离开家 毅然跟着裴玉离开 我终于知道了 我妈口中的 你跟着她 不会有好日子的意思是什么了 原来 我妈在那个时候 就撞见了宋和和裴玉 在一起接我 可是 她没有说 我不知道 在我入狱的前一天 她才哭着跪在地上说 千千 你不要难过 妈妈会给你报仇的 我冷着眼盯着我妈 讽刺地笑了笑 再后来 我听见的是 我妈的死讯 她有笑喘 去见宋和的那天 宋和的公寓里面 摆满了花 不知道我妈和宋和发生了什么 她就这么死了 而接下来几天 我都没有去学校 直到我的爸爸 领了宋和回来 宋和和上一辈子大差不差 穿着一身白色的裙 看上去很讨人恋爱 大家都被她的外表 遗互 一次次让着她 允许她抢我的东西 宋和站在门口 看向我 怯生生地打招 姐姐好 我垂下眼 半傻 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 上一世 我看见她 直接对我的爸爸道 爸爸 你不要我了吗 可是现在 我知道了 这种方法 对我的父亲来说 没用 我笑起来 妹妹好 阳光很刺眼 遮住了我眼神里的恨意 接下来的日子 我故意把我身边的东西 都让给宋和 宋和看上去很是吃惊 但是窃喜的样子 还是被我发现了 我的爸爸 以为我和宋和相处得很好 摸着我的头 说 嗯 你这样做才是对的 我表面上笑一鸣的 爸爸 你以为你的秘密 藏得很好吗 宋和的母亲 是您的初恋情人 这个秘密 在我上辈子就查出来了 难怪你总是让我 把所有的东西 让给宋和 所有的偏心 根本不是因为你心怀感激 而是因为 你是个人渣 在回家的路上 宋和一直拉着我的手腕 姐姐 听说我们学校里面 新来了的转校手 我当然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 等会儿 我们将会在路上遇见她 但是 我只是装成一副 少女怀春的姿态 我知道呀 隔壁班的女生 都说 这个新来的转校声 很帅的 宋和脸上的兴趣 都快藏不住了 尤其是在听见我的感叹之后 上一试 我和宋和一起走在路上 恰巧撞到了 在小卖部下面 买东西的培育 少年穿着蓝白色的校服 一张脸在人群中很出挑 而且 眼尾还有一颗小痣 看上去 更是有一种清冷的感觉 当时我就说 她就是我们学校的转校生了 真的好帅 宋和当时听了我这句话 问道 姐姐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吧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当然 这一世 我再次遇见了 在小卖部下面遮阳的培育 少年的肌肤很白 一双眼睛 因为太阳很大 而微微眯起 看上去很不耐烦 鼻尖有着细碎的汗珠 宋和碰了碰我的肩膀 指着培育道 姐姐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转校生吧 我点了点头 主动道 她长得很符合我的审美 宋和的声音都雀跃起来 对 姐姐 你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 宋和主动走到培育面前 喊道 同学 她的眼睛弯了弯 恰到好处的胡 你有微信吗 看上去和别的主动要联系方式的女生 没什么两样 等宋和要到微信后 她走到我的面前 用雀的口吻道 姐姐 我帮你要来联系方式了 我垂下眼 嗯 如果我没记错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的高中生都在聊QQ 当时我没有起义心 等到宋和和培育都快疗成了 我连培育的微信申请都还没通过 我的这个妹妹啊 真是 不怀好意 等到家里的时候 父亲坐在沙发上 看着报纸 和和 看见宋和回来 父亲站起身 然后故意道 我这次从意大利 给你带了礼物回来 宋和都要高兴死了 真的吗 她只给宋和说带礼物 却没有提起我 理所当然 就是没有我的份 确实是这样 在上一世 宋和穿着那件 意大利的小羊裙 得意地看着我 而我 哭着闹着对爸爸说 为什么我没有 我不是你的女儿吗 我妈无措地看着我 最后说 芊芊 妈妈等会儿 陪你去买 场景重演一次 宋和拿过那件 漂亮的小羊裙 大声喊道 哇 好漂亮 我只是站在一旁 不哭也不骂 妈妈坐在沙发上 等宋和室玩了裙子 然后 台颜小心翼翼地说 没有给芊芊买礼物吗 空气中蔓延着尴尬的气氛 好半天 父亲才干巴巴地说 我忘记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说 那我上楼写作业去了 妈妈头一次喊住我 芊芊 等会儿 妈妈陪你去买衣服 我站在楼梯上 做出暗淡的表情 不要了 妈妈 我知道我的妈妈 看见我这个表情 会有多痛苦 甚至 我还故意无声地 掉了两滴眼泪 三苏伟 你别太过分 我妈站起身 这才是我和你的女儿 你忘了给她买礼物 却给别人的女儿买礼物 凭什么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爸和我妈第一次对峙 我爸捂着眉 看上去很不耐烦 我们不缺钱 对吗 待会儿 给她再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不就行了 你的钱还是我给的 你没资格大声冲我吼 一句 你没资格 直接揭露了 我爸和我妈的状况 我爸看不起我妈 妈妈双肩颤抖着 我看见她的眼泪 大滴大滴地砸在地面上 而宋和无辜道 对不起 叔叔 不管你的事 我爸安慰宋和 我将嘴里剩余的糖果嚼碎 发出细微的响声 雨后的天空是蔚燃的 我盯着窗外 然后又撕开一个糖果 很快 我的房间被敲响 妈妈站在门外 看见我 露出笑容 走吧 去试裙子 我点了点头 然后 走到她的身边 我妈一连给我买了十多条好看的裙子 每次当我从试医间里面出来的时候 我妈总是会说 好漂亮 我前世在监狱里面待了许久 早就忘记了 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穿裙子的女孩 买完衣服之后 我和我妈走在街上 妈 我转过头 你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 我妈突然哭了起来 她哽咽道 对不起 千千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你爸在认识我之前 还有个初恋 而宋和就是她的孩子 看样子 我妈是去调查了 我坚定地握着我妈的手 盯着她的眼睛 道 妈妈和爸爸离婚吧 回到学校后 宋和又主动找我道歉 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没事 你在我家里这么久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妹妹 爸爸给你买裙子 是应该的 宋和的表情有点僵 然后头一次没忍住的 露出一点嫌恶的深情 我简直要笑出来了 爸爸 你当做亲生女儿去疼爱的宋和 很讨厌你的 对了 姐姐 听说隔壁般的周西在追你 是真的还是假的 宋和点起脚尖 一派天真的样子 上一试 我很明确地拒绝了周西 结果宋和和周西联合起来整我 而这一事 我垂下头 露出娇羞的模样 我也喜欢她 我准备下周就答应她 宋和急了起来 姐姐 你不是不喜欢小混混吗 一道声音直直地插进来 你他妈说谁是小混混呢 周西染着红色的头发 嘴边还带着皮笑 喜欢爷啊 那你上周还装高了 很快 他又继续笑了起来 欲擒故纵是吧 不用等到下周了 我现在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我故意露出一个甜蜜的笑话 宋和的脸都僵了 可还是有些人迈的 到时候 让学校外面一条街的男生 全喊你嫂子 这个年纪 被人追捧 是件很令人羡慕的事 果然 宋和的手指掐紧肉 脸上露出极度的表情 我倒要看看 妹妹 你上辈子的盟友 在这辈子 会怎么对你 似我和周西在一起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笑容 每天都有人主动地喊我嫂子 更不用说 周西还会一看见 我就顾不得跟别人说话 直接朝我跑来 然后嘚瑟一番 这是你们嫂子 宋和还被周西调侃了好几次电灯炮 别跟着我和你解了 周西对我言出必行 所有的需求都会满足我 与此同时 宋和也没那么关注裴玉了 她嫉妒我和周西走得近 急着和周西走在一起 她前一秒还在勾引周西 下一秒 周西就把她的事告诉我 你离你妹远点 周西面上的嫌恶都快挡不住了 我装作震惊的样子 她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周西面上不行 但我已经知道她烦了 上一世 她不耐烦的时候 也是这个表情 然后 给我屎绊子 果然 几天后 宋和即将登台演出的李群 被划烂了 破破碎碎的 被扔在垃圾桶里 宋和耸动着肩 眼眶红红的 没了礼服 我可怎么上台弹奏了 我为这场演出 练钢琴练了好久 宋和本来是不会钢琴的 是她到了我家 我爸觉得 她也需要一门兴趣课程 让她来学 她看见我家里的钢琴 然后说 叔叔 我也想弹钢琴 宋和在钢琴上没有天赋 即使努力了 也弹奏得很厉害 更不用说 她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才学钢琴 而是因为我才学的 周西在角落里面抽着烟 表情不屑 她总是这样 上辈子整我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动作 这时 有人说 苏千不是也会弹钢琴吗 而且 我记得好像是十级吧 根本也不用练习 这个曲子 我记得钢琴里面 中等难度的吧 不算难 对 而且 苏千穿校服也很漂亮 宋和的状态不好 反正她谈的话 不是一直有一段谈不好吗 宋和整个人都僵了 她慌忙到 不对 我状态还好 我可以的 可是周围的人根本没有给她机会 你脸上的妆都哭掉了 补妆也需要时间吧 我不需要这场演出 但是 我突然想让苏和体会一下 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 是什么感觉 于是 我装作为难的上台 等表演结束后 宋和脸色阴沉 我故意道 妹妹 你的脸色好吓人 你不会因为这件事就讨厌我吧 宋和挤出个笑容 怎么会呢 姐姐 而周西站在一旁 对我说 离她远点 宋和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周西 像是想明白什么一般 她说 周西 是你干的 什么是我干的 周西耸了耸肩膀 和周西离开后 我打开手机 发现自己的QQ 一下子多了好多人加我 包括裴玉 我垂下眼 遮住眼中的性味盎然 或许 我可以借助周西 来对付裴玉和宋和 加了裴玉的QQ后 我很快就和她聊了起来 没过几天 我就和她熟络了 多亏了上一世的记忆 我清楚地知道了 她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裴玉穿着校服 手上拿着一罐汽水 然后她把另一瓶白水滴给我 汽水罐子上 很快蒙上一层水珠 女孩子少喝点汽水 她解释道 我点了点头 突然感到一道火热的目光 周西站在墙角 盯着我和裴玉看 我扬起笑脸 我要走了 我男朋友还在等我 声音很大 确保周西可以听见 果然 周西的身体放松 朝我走来 我刚往前走出几步 就被裴玉扯住手腕 你答应我的 等星期六的时候 我在家里等你 裴玉的手腕 关节明显 她没有冷着一张脸 而是用一种 看喜欢的人的目光 看着我 可是 我只感觉到底处 在上一世 她从来没有对我 露出这样的表情 那些践踏在我身上的脚印 手背上难看的伤疤 全是拜这个男人所赐 周西皱着眉冲过来 将裴玉搭在 我手腕山的手扯开 你什么意思啊 对我的女朋友 动手动脚的 裴玉的脸僵了僵 她是你男朋友 我点了点头 周西拎着裴玉的衣领 以后少找我女朋友 二人之间的气场很僵硬 我首先打破这份僵硬 周西 我们走吧 但是 只是这样 还不够 我没有和裴玉保持距离 在星期六的时候 我去了裴玉家 裴玉穿着白色的西装 恰巧 我也穿着一件白色的礼裙 这场宴会 邀请了很多她以前的同学 他们都因为 我是裴玉的女朋友 裴玉 你小子不是说 高中不谈恋爱吗 周围的人纷纷起哄 这些人的面目 有很多我都认识 在上一世 他们冷漠的对我 反倒对宋和很热情 我和裴玉结婚的时候 她的朋友都没在场 后来我才知道 是裴玉同意他们不去的 那个监狱里的女人对我说 我还没服役的时候 和宋和是好朋友 宋和说 裴玉自始至终 连和你结婚 都只是因为商业关系 我露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大家别起哄了 我和裴玉只是同学 我有男朋友的 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 裴玉的脸也黑了 她大概想不到 我会在那么多人 面前说这些话 毕竟她现在的女伴是我 很快 就有人开始打圆场 有了男朋友 难道不可以分手吗 哈哈 周围人一起笑起来 上一辈子我就知道 这群人的道德心腹地 所以在听到这些话时 我也没什么表情 等宴会结束后 裴玉说 苏千 我要追你 好巧不巧 我正在给周西打电话 蓝牙耳机里面 周西只是沉默了几秒 紧接着她道 裴玉完了呢 确实 上一辈子 我所遭受的事情 将会在裴玉身上重现 学校里面 宋和连续好几天都没找我 她被周西整的心态崩了 宋和崩溃地问周西 是不是姐姐 让你这么干的 她指的是她和周西西的对话 语音里面 宋和说 周西 你和我在一起吧 我是你姐姐的男朋友 她什么都抢不过我 你也会喜欢上我的 对吗 这段录音 被放在贴吧里面 很快就火了 宋和真不要脸 我靠 妹妹惦记姐姐的男朋友 真的是太炸裂了 她没来找我 我索性也不去找她 因为 我还在关注着裴玉 周西动用了她所有的人脉 来针对裴玉 裴玉很快也遭受到了明里暗里的讽刺 不只是这样 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孤立了裴玉 几天后 周西和裴玉在操场上打架 我只是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将对方弄伤 二人打得很猛 即使周围有人拉 也被二人推开 等他们被领导叫走的时候去 我叹息了一声 要是能再过分点就好了 周西到底也不敢做什么 等周西和裴玉 同时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之后 我站在周西的面前 道 周西 我们分手吧 少年的眼眶一会 不是 为什么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我垂下眼 因为你伤到裴玉了 我看着周西 因为极度而扭曲的脸 心中闪过一丝快意 对 就是这样 而我 只需要再加一把火 我轻声道 我好像 喜欢上裴玉了 二人同时正愣住 紧接着 周西挥出拳套 你敢翘我墙脚 裴玉脸上满脸是伤 这会儿又挨了一拳 直接吐出一滩血水 我喊道 别打了 五几日后 裴玉的家里人 找上了学校 周西因为打架斗殴 而进行退学处分 裴玉站在我的面前 你当初 说你喜欢上我 是真的吗 而一旁 宋和站在角落里面 眼里的渡火燃烧 我刚开口 就被宋和打断 宋和弯着眼 道 姐姐 你当初不是说 最喜欢周西的吗 我这傻妹妹 到现在还在想多强 那就让让你吧 我很好奇 当上辈子我遭遇的事情 一件件的全落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表情 这种想法 让我无比兴奋 我装出一副被胁迫的样子 对 我当初是这么说的 转头的时候 又滑出两滴泪 如果被别人知道 就会说 你翘墙脚吧 这话纯粹是我胡扯 但是裴玉流露出几分疼惜的神情 然后 看向在一旁的宋和 宋和将翘起的嘴角撇下去 我知道 宋和又在得意洋洋了 但是 我亲爱的妹妹啊 裴玉最讨厌别人 让她得不到她 想要的东西 宋和内被裴玉抵在墙角 我藏匿在拐角处 听见裴玉低沉地 藏着怒意的声音 你不单纯 宋和的眼角很圆润 看上去就像是一朵小白花 而现在 这朵小白花 忍着被掐死的风险 缓缓地朝裴玉的脸凑近 她吻上了裴玉的唇 果然 裴玉狠狠地一阵 但是手腕的力度更大 在冰死之际 宋和的脖梗被松开 她坐在地上拼命地磕起来 裴玉低垂着眼 面无表情地离开 我在暗处想 果然是前世的爱人 这辈子也会磁场相惜 宋和的心情特好 她哼着歌 然后甜甜地冲我一笑 姐姐 你今天放学先走吧 不用等我 我点了点头 却听见宋和对我说 姐姐 你和裴玉亲了吗 裴玉说 她喜欢我 我转头 看向宋和 宋和眉眼弯弯 姐姐 你会不会有点难过 会 这话我是故意 说给宋和听的 只有她和裴玉走得更近 我才有机会 更好地实施我的复仇计划 一石二鸟 我的手 缓缓缓地勾出一个弧度 我依旧和裴玉保持原有的距离 裴玉最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心神不明了 尤其是当她看见在身后的宋和时 原本搂着我的肩膀的手 会迅速地放下来 还会和我扯出一段距离 我的妹妹 在得到裴玉这件事上 成功了 但是 她忘记了 还有一个人 她曾经的盟友 那个拼命想要和我在一起的周西 想不到她辍学后 居然还在偷偷地关注着我 我撇向树丛的一脚 然后微微地笑了笑 我主动朝裴玉伸出手 最近看你有些心神不明的样子 是发生了什么吗 不如和我说一说 裴玉眼睛里面一片迷茫 妹妹说 她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我垂下眼 继续道 我其实很好奇的 毕竟妹妹那么单纯 我很担心 会有人骗她 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那个男生是谁吗 阳光下 裴玉的面部轮廓 堪称完美 与从前的她相比 现在的她 看起来更有人情味一点 也更藏不住心事 裴玉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皱起眉 我不知道 我翘起嘴角 拉住裴玉的手腕 裴玉很明显地僵硬了下 然后撇开我的手 抱歉 让我再想一想 后半段的路 是我一个人回去 我拿着手机 身后的脚步声 很小 小得我快要听不见 我装作正在听歌的样子 耳机里面却没有声音 一只手硬生生地拦住了我 周西戴着黑色的帽子 恶狠狠地盯着我 她劈腿了 星期五那天的晚上 我看见她和你妹在接吻 耳机线落在我的肩上 划出完美的弧线 我轻声说 可是我还是喜欢她 该怎么办呢 略我太了解周西 在上一世 她把我送进监狱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她的幸福 她想要我 但是又因为得不到我而发魄 最后产生了毁灭我的想法 而这一世 不同 她短暂地成为了我的男朋友 突然抢走我的人 是裴玉 所以 现在 周西的脸上盛满怒气 我再次添上一把火 其实我也喜欢你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在裴玉出现之后 我对你的感情 就很奇怪地变少了 少年穿着黑色的卫衣 几乎要与傍晚的天色融合 她声音颤动 真的吗 我盯着她的眼睛 对这个把我人生毁掉的罪魁祸首 没什么同情心 对啊 我看见周西消失在傍晚的路上 揉了揉 有些僵硬的背后肌肉 所有的所有 都按照我的计划下去吧 十六在考试结束之后 我和宋和回了家 我背着书包 站在门口 而家里面 我妈坐在沙发上 我爸离我妈很远 这场面看上去居然莫名地和谐 宋和首先扬起笑脸 叔叔 阿姨 我们回来了 我爸点了点头 语气很好 叔叔给你买了一张门票 你不是最近在追星吗 宋和笑起来 谢谢叔叔 然后没有吓我 我爸什么都没有对我说 就像上一世一样 不过我早已经习惯 现在也没说什么 只是捏着书包袋子的手紧了紧 我妈开口 芊芊 我和你爸离婚了 我们今天就会搬离这个房子 对了 我妈看着我 妈妈今天给你买了小蛋糕 宋和愣了愣 然后看一下我和我妈 阿姨 是因为我吗 我妈摇了摇头 不怪你 等我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好 我和我妈乘着车 离开了这个家 芊芊 会想念这个家吗 我扬起笑脸 不会 在上一世 陪玉带我走的时候 她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说不会 所有对这个家的感情 在宋和来之后消失 我爸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妈的懦弱 一切让我苦不堪言 但是还好 这一世 我妈勇敢起来了 考试的成绩 很快发下来 上一世 我的成绩很差 尤其是在和 培育在一起之后 而现在 我垂住眼 盯着我的考试成绩 上一世 我虽然钢琴弹得很好 但是因为文化成绩差 最终也还是没有被自己理想的学练录取 卷子上鲜红的五十七分大啦啦的刺痛着我的眼睛 而宋和 满面笑容地坐在楼上 姐姐 你这次又是倒数吧 很快 就有人说 宋和 你这次 肯定又是年级第一 那可不一定 宋和 害羞地垂下头 脸上多了一片红霞 我问过培育了 她说她的数学是满分 李宗的话 成绩也很不错 我只是将卷子上的错题归纳好 然后 把不懂的题目标注 接下来 我的重心 应该是学习了 我妈特地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我没有在住宿 深夜 我将今天老师 讲过的题目 重新再做了一遍 然后又画了四围倒的屋 我妈端着一杯牛奶进来 放在我的台灯旁 早点休息 我点了点头 现在的这个小小的出租屋 虽然不如以前的房子 光鲜亮明 但是很温暖 窗外 车流量很多 来来往往 川流不息 接下来的时间 培育找我 我也没有再理她了 而宋和 和培育越走越近 我经常能碰见 他们一起的身影 但是这些 我都不在乎 第二次月口 我成功地从总分370分 达到了430分 成为班上倒数第五 宋和发了个朋友圈 这次又是班上的第一名 我没有气馁 反而是比之前更加地用功 很快 在寒假到来的时候 我的成绩挤到了班级的中年 而宋和 因为在和培育谈恋爱 二人的成绩都有所下滑 短暂的寒假 终于到来 暗中折服不动的周西 是否会在这个寒假 给我惊喜呢 七 我主动去找了周西 向周西的兄弟们 问了周西的近况 我站在一家气修店前 看着正在修车的周西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 卫衣上面沾着气 见到我 他微微地转了转脸 周西 我的鼻头 因为天气寒冷而变红 眼尾被我涂上了腮红 看上去就像是刚哭过的样子 周西愣在原地 看上去很不耐烦 干什么 我看着他 因为紧张而蜷缩的手指头 而后抱住他 我轻声说 连你也不要我了吗 一阵冷风吹过 周西的身体僵硬 但很快 他会抱住我 培育他对你不好 对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哭腔 周西 你是爱我的 对吗 少年坚定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 嗯 我小心翼翼地问 有多爱 爱到可以为你去死 我要让伤害你的人 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已经不需要再 煽风点火了 因为 眼前的人 已经准备做 我想要他做的一切了 整个寒假 因为这件事 我心情愉悦 等再次开学的时候 宋和身边多了一个男生 男生是直高的老大 嘴角经常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宋和也体会到 周围的学生 喊他大嫂的感觉了 培育现在看到 宋和就脸色阴沉 他居然因为一个混合 而给他戴绿帽 姐姐 宋和站在我跟前 满面笑容 最近他的虚荣心 得到了很大满足 更不用说 他享受了我曾经得到的带 和阿姨住在出租房里面 会不会有张王啊 我其实很多时候都觉得 叔叔像是我自己的爸爸一样 这不 他上个星期 又给我买了一个三万块钱的包 我笑了笑 没回话 宋和有点吃饼 但很快 他受够和这个混混在一起了 二人的价值观不同 宋和再怎么样 也是被宠大的 这个男人却穷得要死 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穿甲的大牌 偶尔还要他来接击他 但很快 宋和就意识到 和眼前这个男人提分手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男人像块牛皮糖 一直粘着他 他简直烦不胜烦 周西将身上的汗液擦干 我只是给了那个男的 宋和的联系方式 为了防止我觉得他恶毒 他解释道 这一切都要怪你妹妹自己 对吗 我点了点头 周西已经给宋和一个 很大的麻烦了 培育最近开始找我 我拒绝培育的求好 暗中观察周西的进度 培育很聪明 他一次次地解决了周西史的绊子 还暗中警告了周西 二人在无声地拉扯着 便利店内 我将关东主收拾好 然后偏头看向培育 但是 我还是不能接受 我喜欢周西 培育扯了扯嘴角 然后说 是吗 那你当初 还说你喜欢我 可见你也没有多喜欢周西 窗外下雨了 培育的眼珠 是玻璃般透明的澄澈 此时盛满了性味盎然 他拉住我的手腕 然后 把我往他的身体 拿侧带了带 二人的距离很近 一道声音插进来 别碰他 雨幕 只有一盏昏黄露灯的巷子 培育被周西扯住衣领 周西把培育的头 狠狠地往墙上灌 一阵惊人的响声 你们不要再打了 在这个时候 我居然与那狗血偶像剧里的女主 有几分相似 不过 我与女主的心思不同 二人都抱着 恨不得把对方打死的力 血蔓延到雨水里面 我冷卓眼 在对方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抱了紧 几天后 培育在那场打架中丧命 没有救回来 而周西 因为故意杀人罪 处以无期徒刑 周西的声音 有些听不清 模模糊糊的 苏芊 你以后好好地走下去 不用等我 我看着玻璃窗里面的周西 有些真相 永远也不用说 太过荒谬 一年后 我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 而宋和 在与那个混混的较量中 成绩大幅度下滑 最后只考上了一个双飞院校 我和妈妈一起漫步在街道上 爸爸患上了癌症 最近在忙着看医生 期望能治好早期的癌症 因为癌症需要一大笔的钱 所以 宋和卖掉了很多东西 给爸爸筹集医药费 而妈妈 在这一年 开了一家甜品店 一切都在朝着很好的方向走 来吧